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謝謝主持人給我機會 謝謝公司讓我可以在台上分享 那我首先先自我介紹一下 兩年前我為了我的小孩 從台北移民到這個頭城 所以我算半個宜蘭人 那人家說這個人不清土清嘛 所以我既然是宜蘭人 各位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掌聲 好 那麼在還沒接觸愛多美之前呢 我是在東升購物台擔任這個模特兒的角色 那模特兒做什麼呢 就是賣內褲就這個穿內褲 賣牛排吃牛排 那如果是賣珠寶呢 就是揉揉模特兒的腰 各位覺得這個工作好不好 很好齁 真的很輕鬆 但是就是太無聊了 無聊到這中間 在購物台大概待了15年 那在這中間我有去嘗試 經營五間的直銷公司 五間 奇奇怪怪的都做過 但是好不好做 不好做 真的不好做 為什麼 因為一開始講到直銷呢 大家都想到入會費會不會很貴 很貴 第二個呢 產品便不便宜 很貴 根本不便宜 再來要不要你每個月買 要 所以做做做 做到一半 我太太受不了了 就跟我講說 你想想齁 你做這個直銷做到現在也沒賺錢 那家裡面用不完的產品 打開倉庫都是貨 然後朋友看到你都怎麼樣 都很害怕 所以有時候你跟朋友聊天 聊船 他就跑了有沒有 我只是講說傳真機在哪 他就跑掉了 所以我想想齁 如果再做下去可能朋友都沒了 我就不做了 我就回到購物台繼續當我的模特兒 又繼續做模特兒 我對傳銷的夢就沒了 就真的沒了 那一直到一年半前 一年半前有一通電話打來了 那如果做過直銷的 對這個電話的內容都不陌生 就是跟你講一個好消息 跟你講一個好空的 我們見面聊 那請問敢出來的有誰 有沒有 像我就不出來 我就說是什麼機會 可不可以直接講 反正現在LINE什麼都很方便 他說還是出來見面聊一下好了 我說如果你再講我們就掛電話 不然我問你三個問題 我問你三個問題 他說OK 我說第一個 請問是不是直銷 他說對啦 我說我有五年經驗 你直接講沒關係 他說對 是直銷 我說第二個 請問 既然是直銷 我問他三個問題 我說第一個 請問入會費多少錢 他說五十塊 五十塊 那我做這麼多間 我有警覺心 各位知道嗎 我就問他請問是美金吧 有沒有 我沒有很聰明 有對不對 他說沒有是台幣五十塊 我說好第二個問題 請問每個月要花我三千還五千的 autoshift 就是從銷 買產品 他說都不用 用完再買 喜歡再買自由消費 好啦我又問他問題了 我說請問不用每個月買 但是會不會到了年底 跟我收年費 他說也沒有 你喜歡再買 第三個我問他請問產品賣什麼 他說就是這些牙膏牙刷日常生活用品 我說那是不是跟安插一樣 一條牙膏300塊錢 他說沒有 愛多美的牙膏200克一條 只要97塊台幣 各位你知道我問他什麼嗎 大陸做的吧 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我在購物台15年 購物台就是個通路 對我們的概念就是便宜美好貨 各位明白嗎 所以我是一個非常難搞的人 他說不過我就掛電話了 但是我對這個東西 就一直保持一個疑問 就說路會不用錢 不用每個月買 網路生意產品便宜又好用 而且他說韓國做的 我就開始在網路上用兩天的時間 我去日本韓國美國加拿大 有官網關於愛多美的我都去查 我終於發現 愛多美就是我朝思暮想的公司 真的它沒有任何的門檻 只要我努力去分享 我覺得我有機會 那個夢想又燃起來了 各位知道嗎 我就去跟我太太講 我太太反對 我太太是反對的 但是我覺得這真的不錯 所以我覺得唯一要知道 愛多美公司好不好 只有一個條件 就是加入之後怎麼樣 買點產品用用看 因為有沒有要我每個月買 沒有嘛 所以如果產品不好用 我會不會再繼續買 不會 那如果我不會繼續買 公司沒有創造業績 請問它可以開到 美國 日本 加拿大 新加坡 菲律賓嗎 所以我覺得產品應該好用吧 我就加入了以後 我買了一生菌給我兩個小孩 我買我給我兩個小孩 海苔給他吃 貼布我貼 六件組保養品給我太太用 牙膏牙刷 我發現牙膏牙刷呢 我用了以後 質感真的很好 有改善我牙齒的問題 再來我太太用六件組之後 真的效果非常好 那海苔是馬上被我兒子秒殺 就吃光了 吃光了 那我加入的時候 海苔是1040塊錢 那今年多少錢 998 艾多美產品還會降價好不好 很好 所以我就開始怎麼樣 努力的經營 我覺得既然產品好用 門檻又低 會不會傷人脈 不會 我就開始去分享 結果呢 親朋好友都打槍 不是接受喔 都是拒絕 拒絕理由很多 有的說他不喜歡韓國 有的說他不喜歡直銷 有的說呢 他對網路沒有興趣 有的說詐騙集團 有的說詐騙集團 那我曾經呢 為了一個朋友 我從宜蘭呢 坐格馬蘭到台北 去跟他聊天 他是這個保險的處經理 很厲害對不對 我跟他聊了兩個小時喔 結果他回答我一句話 他說 拍謝 我不刷牙 各位覺得你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那現在講當然覺得好像雲淡風輕 可是當我那天又要回到宜蘭的時候 各位知道我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down的 很難過 很沮喪 原因是因為我坐格馬蘭這個 一個小時的車程 我在車上我在想 我在幹嘛啊 我在做一個50塊錢的網路生意 然後還被朋友打槍 我應該回去做購物台模特兒 我一個小時是時薪一千三百塊 我為什麼要做這個 你知道被人家瞧不起的事業 其實經營愛多美 真的你就是一直在起起伏伏當中 當你還沒有成功的時候 尤其你的親朋好友又拒絕你的時候 你會不斷的在想 我到底在幹嘛 為什麼我沒有辦法讓我的朋友或我的家人 看到愛多美這麼好的機會 其實你會不斷的攻擊自己 那有拒絕有沒有接受 有 所以有一次我到購物台 我沒有任何的想法 我覺得既然產品很好 反正看到朋友需要 我就分享看看 所以我在購物台呢 我看到購物專家余嫻姐 各位知道嗎 知道喔 余嫻姐躺在那 就坐在那邊等這個live 我看她很累 我就拿這個貼布給她 我說余嫻姐 愛多美的貼布很好用 你用用看 她就拿了一片聞一下 她說味道不錯 那我做業務出身的 那如果客戶說好要怎麼樣 馬上掌握機會對不對 我就說余嫻姐我幫你貼 余嫻姐說不用放下來 軟釘子我就回到宜蘭了 晚上大概11點多 欸賴就響了喔 她說欸昆蒂那個貼了喔 很舒服 請問怎麼賣 我說余嫻姐一盒780塊50片 好那這個好用的話呢 而且它是屏東藥廠做的 金門一條根 我就貼給她看 她就說那給我一盒 各位你會怎麼說 好馬上送給你 還是怎麼說 各位你們會怎麼回答 好我回答說余嫻姐我沒有在賣 愛多美是屬於會員制 你自己加入你跟我都是會員 你買780塊我買780塊 我沒有賺你差價嘛 我只是做一個網路平台的分享 請你自己去買 那請你附上證件跟存折 余嫻姐聽完之後已讀不回 各位有沒有已讀不回的經驗 有喔好那後來我就去洗澡了 因為我想反正經營很久了 然後大概都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我就不會這個放在心上 然後呢過了半個小時 余嫻姐就傳了這個LINE說 好喔那我就給你 那我就給你780塊加50塊830 證件我傳給你 證件我傳給你 就加入了 加入了 那貼布好用 她會不會想要用其他的產品 會 所以不要小看一個消費者 她進來之後 她可能之後的PV跟你多久 一輩子 她以後一輩子的刷牙洗臉洗頭洗澡 都跟你有關係 那請問我們用多少錢 跟這間公司合作 就50塊 所以我覺得愛多美真的很棒 未來還要開中國澳洲泰國越南 各位最後跟各位分享 你現在加入是什麼 子孫滿堂對不對 那如果三年後加入 請問大陸人在你上面 還在你下面 你現在加入是在你下面 你三年後加入呢 就在你上面 所以你就是祖宗滿堂 所以韓國2009年開 這些人都是因為看得懂 所以接下來他們台灣開 菲律賓開 跟他們有關係 他們都是星光大師 月入百萬以上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可以掌握 愛多美這個機會 給家人一個機會 因為我的努力可不可以給我的小孩 可以 所以2017年祝大家 金雞年一起一起創造奇蹟 好不好 謝謝大家